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我们要介绍的是双母体的平均数差的信赖区间 那么这个地方介绍的是大样本的状况 X1 bar减掉X2 bar 这个我们在单母体的情况之下 X1跟X2我们都知道抽样分配 符合的就是我们的这种状况 我们的话就直接列出来 如果是相减呢 其实状况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现在分成了三种状况 那大概的话呢 这是跟前面都是有相关的 那么如果说是变异数是已知的话呢 我们相减的抽样分配的 它的标准差就是N1分之Sigma1 那么第一个变异数 这是第二个变异数 我们处理它的N了以后 再开一个平方根 这是这个理由 我们前面有介绍 因为是变异数 两个X的相减 其实变异数是相加的 那么如果说第二种状况 变异数假设不知道 那么也没有关系 我们使用的是S来取代的是Sigma 这边一样的 第三个情况的话呢 是我们比较要求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是变异数是不知道 但是确认是相等的 那这边是S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就把S放到前面去 S就提出来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说是S到底用 我们的S1还是S2呢 所以我们就用的是S1跟S2 综合起来的一个加权的结果 那么这边我们做一个介绍 就是加权的样本标准差 第一组的样本 它的样本数是N1 那它的变异数 我们知道它是N1-1再分目 第二个是N2都要-1 减1的目的是因为 它是一个不偏估计量 这个地方我们在估计的地方 我们有证明过 那么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混合的 就是所谓的Pulled 那么分母 它这边提供的是N1-1个权数 这是N2-1的一个权数 所以我们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用的是一个加权的比例 全部加起来是N1加N2-2 这边减1减1那就是减2了 第一个S1它的提供的是N1减1个 这是N2减1个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混合的 也就是所谓的加权的 这个地方的话 P指的是Pulled 这是加权的后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并不常用 因为我们又不知道 然后又确认它相等 这个情况的话呢 是大概用电脑算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来介绍的是 母体变异数假设已知的情况 已知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我们要知道 这个统计量 这是在双母体的假设检定的地方 我们都会用到 这就是我们的Z二分之α 那我们也知道的是 我们夹在这边的 一般来说都是95% 那么95的信赖区间 或90的信赖区间 那这个地方 这个统计量 就是我们的Z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多少呢 的几率是1减α 因为这边二分之α 这边也二分之α 总共有1 所以是1减α 没有问题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两边相乘 然后把它拆开来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 这是信赖区间的左边的部分 这是右边的部分 我们发现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下限 这叫做上限 有什么差别没有呢 这跟单母体的没什么差别 单母体这边是x bar 减掉Z二分之α 乘上S除以根号N 这只是一个换成两个而已 一个换成两个而已 那么这就是我们 双母体的一个信赖区间的做法 其实就是一个换两个就好了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会去熟练 我们的这个操作的方法 那么题目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比较的 南北的差异 请问的话呢 就是北区的话呢 跟南区抽的资料 就是在这个底下 这边我们一个表 看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希望找90%的新来区间 这个地方是用的是90 那么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信赖区间的话呢 这个表先找出来 既然是90%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0.05了 0.05那这边是几呢 这边是0.45 既然是0.45 来我们找一下 0.45 位置在这个位置 那这边就是1.645了 那大家清楚了 Z值是1.645 这是我们也是常用的一个Z值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它圈起来 这个地方是1.645 做好准备了 现在我们要准备 要进行的是 新来区间的做法 先查出了Z表之后 第二步 我们要算出了它的 这个叫做 综合的一个标准差 标准差它有没有呢 有 这个地方是Sigma是已知的 其实这个题目的话呢 很少见了 因为大部分都是用S 那这个会知道的话呢 那也是不错的 那么我就直接带进去 带进去 好 我们把计算一下 算出来结果 这个地方要用计算机来按 这边是4 这边的话呢 计算来说会有小数点 那我们就算到小数点第三位 好 算好之后 准备要进行的是 信赖区间的 那这个地方 信赖区间的话呢 我们分成了两部分 一个叫下限 一个是上限 这样的话呢 因为空间的关系 我们一个是减 一个是加 那么下限的部分是 先看看X bar的相减 这是1 这是2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一个是83.5 减掉80.3 前面这一部分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边是3.2 那么这个Z二分之α 已经知道了 叫做1.645 带进去 这个我们已经算好了 这是多少呢 2.875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 很简单 负的 再过来是信赖的上限 上限其实跟下限 没什么两样 这个题目 X bar的信赖区间 很容易 因为一个加 一个就减 一个加 一个是减 那这个地方是加的 那我们就带下去 3.2 这个地方改成加 1.645 乘上 2.875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7.929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下限 这是上限 我们的信赖区间 由负的到正的 这个题目啊 我们也跟前面所提到的 假设检定是很有相关的 因为信赖区间的方法 也可以拿来作为假设检定的一个技巧 如果说我们要检定这两个一不一样 南区北区有没有差异 那么我们信赖区间 如果说它横跨了正跟负 就是原点之间 由负到正 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结论不显著 那么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来说 信赖区间法 其实也是很常用的 这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是多少的信赖区间呢 90%的信赖区间 就是我们有九成的信心 那么南北的差异 是在负的1.529 到7.929之间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介绍的是 母体变异数不知道的情况 不知道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 直接怎么做 S去取代Sigma就好了 那么其实 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 这里的话来说 跟刚刚完全没有两样 这边也是用Z 好处是什么 因为它要大样本 这是问题就出在 它是大样本的上面 今天如果不是大样本的话呢 我们这边就没办法再用Z了 那这个一样 就是只有Sigma不一样 那么当然既然有这样的提醒 我们就再做一个例题 有两个 就是饼干工厂 它要去做两台机器的比较 两台机器的话 各抽验多少呢 100块 100块饼干 然后呢 看看 这是基本上的常态的前提之下 饼干重量的差的5%的信赖区间 我们看一下 机器一好像平均比较重 机器二比较轻一点 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个差的信赖区间 也顺便可以做比较 就是在α等于0.05的前提之下 这两台机器所生产的饼干 是否重量能够确认它不相等 或者是相等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既然有这个表 我们就先把这个表 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这边是大样本 而且是0.025 那么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是1.96 这0.475 这边我们就不用赘述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准备去算 它的信赖区间 首先这是Z值 我们先准备好 那第二步 我们当然要准备谁呢 我们准备 这个平均数差的一个标准差 这是Sigma X1bar减掉X2bar 根号 这都是因为它N都是100 所以我们写下去 S来取代谁呢 Sigma 所以0.6带进去平方 0.4平方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其实不会很麻烦 因为这个地方分母一样 这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变十分之一 0.6就是0.36 这是0.16 算出来结果 0.072 好 这个算完了以后 那么后面就简单了 后面就直接 先算的是下限 下限的部分来说是 10.5减掉8.7 来我们把它这个公式列出来 这边是S 那我们就直接列了 10.5减掉8.7 那是多少呢 是1.8 1.8减掉1.96 乘上 0.072 这是我们综合的一个 标准差 算出来是1.66 上限呢 一样 再列出来 上限 我们 就是直接把负号 改成正号就可以了 好 我们算出来是1.94 所以我们的 95%的信赖区间 可以列了吧 可以了 那么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如果这个题目是 假设检定这两个机器 是否有显著的差异呢 我们答案是显著的 因为它已经 没有包含的是原点 也就是说 这都是正的 正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9乘5的把握 它的差是在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 机器1比机器2 显然机器1 这个用的料比较多一点 机器2用的料比较小 那么 这就是我们信赖区间的 这个叫做 第二种状况 那么 我们介绍了这个 两个母体的一个 信赖区间的算法了以后 那么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也没有很难 那么 要注意的就是说 只要是大样本 其实都是用 Z分配来做 不论是 以之 为之 本来是用T分配的 但因为大样本的关系 大样本 是可以造就的是说 T值跟Z值 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就用Z值的插表 会比较简单 我们就用Z值跟Z值